人间福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集的福事会 农历七月初一是民间俗称鬼门开的日子 这个月常被认为诸事不宜 然而真的有鬼月的存在吗 民间习俗又有哪些禁忌呢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文史工作者 谢其风谢老师来为我们解答 谢老师你好 嗨老师你好 是谢老师您可不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 有关于农历七月 常常就是这样鬼影重重 然后大家都说这个月是诸事不宜的 然后详卿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农历七月是不是真的就是鬼月呢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 我们都是普遍相信说有鬼月的存在 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 在南北朝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拜三观大地的信仰 所谓三观大地就是天观地观水观大地的信仰 然后他后来跟三元神就是上元中元下元和尾为一 所以说到后来我们有一个正月十五的上元节 然后上元节是有天观四五 然后七月十五的中元节 就是现在我们七月有一个中元节 然后就是有一个地观设罪 然后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就是水观解恶 所以说我们民间里面有相信说 地观是掌管那个地的事情吗 主要是考驾我们世人的善恶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也主管设罪的事情 所以说民间里面相信说 如果说我们能够忏悔 然后痛改我们自己所做的不好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得到赦免 所以说在这天的时候 地观大地就会来帮我们设罪 所以说我们民间里面就会在中元节这一天 然后来办一些那个忏悔的活动 然后希望然后能也能设 地观大地能证明我们祖先的罪行 然后在这一天 然后刚好好兄弟啊 顾文野鬼也能够到设罪 然后脱离这个痛苦 所以说因为我们民间信仰里面 都有相信说人死以后 我们的灵魂会来到 辅州县的城隍庙里面接受出审 所以说然后在 然后审判以后 然后再移到那个 那个东律店里面 有一个东律大地 来做一些第五的审判就对了 所以说一到农历七月以后的话 就有由北到南都有一些城隍庙的活动 比如说信鲁城隍庙 他农历的月底 就是7月1号的凌晨的话 他就会有一个指示 打开鬼门的那种仪式 所以说他在中原祭里面 他就办得非常热烂 这也是我们台湾非常著名的活动 然后嘉义也一样 嘉义庄华庙也是在月底的时候 他就会建立一个三场的中原祭点活动 所以说一般就是 就是鬼门开以后的话 嘉义市区的话 他们都都有轮土 就是破洞 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开鬼门的仪式 然后放水亭 站前阁 然后他们有高大条的那种汇修 他们会进线 然后一直往南下来的话 在安平这个地方也有城隍庙 他也有做营养 就是营养酒 所谓的营养酒 就是说然后帮洋进人祈福 然后也帮洋进人做一些普通的科医 也留下了一句话说 先方你都没破 没人家破 台南的城隍庙 到了7月底结束以后 8月初 他有现城隍初选 来抓瑜伽位哥的好兄弟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民间 所以说大家就有相信说 在农历企业就是一个鬼月 是 老师就是有讲解的就是 我们从台湾从北到南的一些城隍的活动 那这个月份呢 就是好像禁忌也特别的多 老师可不可以讲解一下 就是在这个月份 有哪些禁忌是我们不可以去做的 其实民间的禁忌蛮多的啦 一般如果你要买家的人 一般他不会农历企业去买房子 然后如果说你买房子 你也不会动土 因为这个东西 然后农历企业也比较少人在买车 如果说你有宗教信仰的 像基督教徒的话 他比较没有这个建计 但我们民间里面就会相信说 不能买房子啊 不能乱去海边啊 然后有一些潮湿的地方啊 海边啊 就尽量不要去啦 然后也尽量不要去旅游啊 不要去钓鱼 然后我们民间如果说 但是我们会搬沙 就是我们的衣服啦 白天农历七二人的时候 那是我早期我的小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跟你讲说 你的衣服要赶快收进来喔 然后早上晒一晒下午就要收进来 因为白天有份阴阳 白天的阳气比较重啊 然后下午的阴气比较重啊 怕会被阴气沾染到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 我们民间会竞技会比较多 包括七月份也很少看到 神明在开光的典礼啊 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对好兄弟 有一些观众就对了 是 刚刚老师提到就是衣服啊 真的我小时候就是回忆 就是爸爸妈妈就讲说 晚上的时候衣服绝对不可以晾在外面 要赶快收进来 是 那老师为什么七月的时候 会有这些禁忌的产生呢 它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七月里面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讲说 我们如果不做亏心事 半夜怕鬼敲门 但是民间的经济里面 就是要提醒我们说 做什么事情都要比较谨慎小心啊 因为民间还是相信说 七月份里面阴气较重 然后有好兄弟都出来嘛 所以说为什么不要去海边 万一七月的时候遇到风口那你怎么办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意外都不是说我们能预知的 然后尽量保守一点 才不会热情生悲啊 所以说我们在台湾的崇王庙里面的话 其实它经济的产生就是说 它里面的门脸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做事兼血 尽如烧香无异 但是如果是你是居心正直的人 尽我不败头发 所以说这些禁忌的话 如果说你居心正直 你就不用怕那些事情了 但是民间还是说 要尽量的谨慎小心为原则 是的确就是的确是要提醒我们 做事要就是小心谨慎 其实现在有一个天汉的广告 苏宏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电动车的广告 一个电动车的广告就是说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然后一辆车子开在那个箱里里面啊 然后前面刚好有一个女鬼在前面啊 然后那个女鬼在前面的时候 他打开车门的时候 车子里面没有人 然后鬼反而是吓到了 所以说现在这种科技的话 现在就是说 鬼也会被人家吓到 所以说就代表现在科技的进步 这个是七月里面也蛮夯的那种广告 只是说我们只要心肯战略 这是最重要的 是没错 刚刚老师有提到七月的禁忌 那在民间来讲 农历七月是鬼月 那佛教来看的话 七月是孝道月是吉祥月 那民间在看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 那佛教来讲的话是云兰盆节 那佛教跟道教 就是在七月 看待七月的时候都有一些差异 老师你怎么样来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佛道教对于七月的一个 就是看待七月的一个议统 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 因为我的理议都在民间的庙 其实像佛教里面跟道教的东西 它后来都有一些互相融合 佛教的救助只是跟道教的东西不一样 佛教讲释迦牟尼佛 讲阿弥陀佛 讲观世音菩萨 但是道教里面 他讲三千道主 一些信仰妈祖 王爷 只是说他主神不一样而已 但是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余兰盆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广生的亲人 能得到菩菩萨的加持 然后富佑 然后往生到一个善的世界 如果说佛教讲东方流离世世界 希望阿弥陀佛的世界 但是道教他是讲东方产乐世界 但是其实他的道理是相通的 但是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要忏悔 我们要感恩 然后我们要对累世的我们一些普遷 然后我们要做一些善事 然后做一些功德 回向给他 然后能菩菩萨帮我们接应 所以说在民间里面的话 对善的事情都是非常的重视 其实有一个重点 我们是要孝亲报恩 所以说讲教教乐 像在民间里面 其实民间的佛教 像安平管理体里面 他们有送地藏经的一些活动 所以说到目前看来的话 都互相融合的东西存在了 是 我们看到的确民间的很多庙语 的确都是佛道教并存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老师在这个月份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宫庙 其实也会来做布施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有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培开宗教说 一定是强调弥养养力嘛 就是说阳间 然后也有受力 然后在院间的亲人祖先 但是目前我在台南所看到的 其实现在的庙里有很多活动 都把普度的东西 因为我们讲普度 除了是让那些好兄弟 我们无形没有看得到的东西的话 然后让他们离苦得乐之外 重点是他们会现在把一些普度的物品 需要的用品 然后捐给弱势的团体 然后这个就是说像我看到一些现象是说 民间如果说我们要做普度 请监装来普度 但是反而你办一个百米要来祭品 然后募资百米来救助一些弱势团体 反而来参加人比较多 也有亏我们宗教的人来参加 所以说其实台湾人是悲天里闽人的情怀 是非常重的 因为不同的宗教 我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有爱 因为你有这个善念 然后你有一个国外的思想 然后苍养一个慈悲心 所以说我觉得是在目前里面 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是的确就是老师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农历七月 其实也是要掌揚我们慈悲心 然后去二向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份 包含老师提到前面就是一些禁忌 也是提醒我们做事要凡事要小心谨慎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谢谢老师来为我们 就是做那么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 感谢老师 不客气谢谢